玩具TV第26季第10集 刚刚玩完光阳气极盛的S-Ring 跟着要介绍光阳气更加盛的蒙面超人 我自己真的非常之喜欢 我相信是由超和到令和 五大蒙面超人里面 他一定是五大里面其中一个 蒙面超人V3 好了,其实现在介绍是迟了一点 不过怎样也好,迟介绍好过不介绍 因为这次很划算 因为一号二号就炒到飞起 反而V3你只要真的想买 就真的不是需要吃炒价就可以搞到 到现在也是 所以究竟它的质素去到哪里 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令它炒不起呢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多了一句 喜欢而又有得玩的才是玩具 好,真是先看看V3 当然这个盒子大家都耳熟能长 不需要介绍 一定会是本身的角色的一个大头 而一边就是今次V3的本体 真的要说回V3的历史的话 没记错就是1974年那时候上升的 那变了当时也 是不是荔枝呢 是不是荔枝做呢? 有没有朋友呢? 应该就是了,无线好像是没有做拉带的 是的,是荔枝,真是没得顶 当时我是追完全部看大戒局 所以也有点印象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最喜欢V3的就是这个原因 看看先,第一层 然后后面那一层就是它的工具 就行了,只是12只手 再开这个盒子 这次其实它都很体贴的 体贴的原因 是它一样包含一个是碑的触角 那当然其他这些,拿上手,射上天那些 东西也都一应俱全 造型手来说,都完全不用担心的 好了,一应俱全 所以这次要介绍 其实我相信可以很快 因为配件不多 最主要是看V3本身的玩具的质素 好不好 又放在这里 今天的地方 是可以令到我玩玩具玩得很集中 所以变了应该都 大家多多包含 先试一下 哦,那些师兄又帮你补完 是 是麗的做的 是 是晚上播的 6点 是晚上播的 好像不是 重播我不敢说 但我印象中就好像是6点 有错大家再帮我补完 因为看玩具TV最好的 擺明是考我记性的 本身就着色彩 tone 你会看到是用一只 我相信真的比较小玩具 有出过的绿色 很淡绿 草绿 草绿色是很少见的 当然了 就着你喊得真骨丢 相信造型真的衰极有可谱 你会看到本身整个形状都很漂亮 是不是无敌呢 我真的不敢说 但是 打开盒 我是绝对收货的 我纵使是一个V3的 挺黏的粉丝 我都会收货 正面已经好型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本身的腰带的造型 它是没有什么特别透明件 可以看到这个双 我们叫风火轮 叫开叫风火轮 后面也有它的名字 这些叫嶺 比较小用反嶺的英雄 应该 真的印象中是 review到鲜河 当然另外一个卖点 就是它这个有铁链 包了在里面 布製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叫颈巾 还是披风 但是这个设计 我就真的非常之喜欢 它就锁在肩甲位那里 当你放一些姿势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它也不算很长 所以变成在移动的时候 你又不用太担心 当然在高光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它的铁线 其实是放在中间 还有大家玩的时候 洗干净的手 因为这些白色 坦白说 时间久了会变黄 还有你都很难拿下来洗的 你当你洗得到也好 里面的铁线也会生瘦 到其时在这些位置出一些瘦绩 你更难搞 这个是后话 好,先动一动 喂 这个真是 看一看它的颗 不错 它会看到下巴 和颈位的 扣造 动得很舒服 当然 其实很多朋友 都 真的对于Rivi 有 很有认识 或者很有爱的话 都会在想 究竟其实 这个面罩应该用什么色 今次就选了灰色 其实早前也有些 刚刚出场的时候 比较干净 就白色 有时有些少银色 放下了就灰色 等等等等的情况 这个就 这么多年前的事情 大家都没什么需要再深究下去 玩得开心 看得开心 就算 好 肩膀的可动 其实你在这个位置 有些少尴尬 很难看到 不过你在这个角度 就应该看到它的肩膀位 都有做到零零射射一个关节 令它 举高手 那时候就可以 大动作 我不敢说 很大帮助 但是有 就一定比没有 其实它就这样 不动的情况之下 它其实已经是举到尽的了 后面你就会看得清楚 为什么 所以你想 动得再多一点 你就要靠 肩膀的关节去动 你会看到 波组的位置 扣造就这样 在不扭出来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就这样放 你会看到 它那个形状 其实已经是很合理的了 当然你要动的话 就拉出一点点 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动作 另外你会看到 本身 它都很聪明 就着红色的边界位 它就在这个位置 做一个横切 令到你动的时候 不觉不觉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那当然 蝴蝶关节 因为本身这个前臂的关系 它只可以大概是95度左右 都够抽的了 那当然 手腕就不用担心 始终有一个 波组在这里 就可以上下了 关节的动作幅度 也不是小 好 另外 你会看到 它最大的卖点 空 零零细细 这一节 会是 做了分件 当然 当然 是不是说 就着那个可动 有很大的帮助 呢 其实 就不算 但是 始终你会看到 它是一个分件 有部分可动 可以做到 变成它对于 前臂的影响 它就只可以尽量去减少 它只可以尽量去减少 顶住这一样东西就没办法 德哥 我有点问题 是 是 它这个手套的颜色 是零零射射 是米色 一点的 我想问 它那个圆设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因为它和 那条领 和 那条领跟 好像零射 有点出入 反而想 控制一下 给大家看 你会看到 它其实 拳头 到前臂的位置 是 我叫米色 或者 其实感觉 是 打完膠 有一些 泥层 黏了下去 的感觉 反而在 前臂 后半截 你会见得 白正一点 所以它很有心思 将一些 很浅的米色 漸遍地 去到拳头 做到那种 自然的 舊化 或者战斗过的效果 这一样东西 其实是非常之正的 OK 很厉害 那你也看出 很厉害 不过是拉打迷 好了 到了一条腰了 它前面 其实这一阵是一个软胶 所以它在动 那时候 是完全没有什么很大的阻碍 而胸口和腰 同样地 是做了一个分拆 但是其实 用回真骨雕的情况 你在前面看 其实就真的 不是很觉得 所以变了 这一个外形的处理方法 做得很好 当然 你真的看后面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不过 都是那句 你要有可动的话 你这些是没得选择的 但正面来说 真的完全无敌 好了 另外你会见到 刚才这个雷达的标志 这个位置 这个可以拆的 可以做回当时很classic 拿着雷达向上射的造型 不过后话 腳 本身 它 我不可以叫做 你看上去 以为是 一体成型的 衣服的下截 没有束衣 但其实它和 腰带 都是做了一个分件 所以当你动脚的时候 你会见到 这一组可以向上 走 以及用软胶做的关系 它又不会有很大的妨碍 所以你绝对可以做到 这个90度的踢脚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当然 膝关节 差不多可以对接 要 真的 就是叫少少批评 你会见到这个膝囊的形状 其实是不漂亮的 但就能做到 那个可动性 腳腕 它尽量跟回 鞋的造型 但是多一句 你始终这个位 你不能不设 所以变成 如果说一些大动作 这个位置 穿崩也是在所难免的 鞋头 可以去到这么高 下肢的可动大致上就是这样 当然 既然都是一不做二不休 有些师兄说 今次腰带的上色很精彩 连背后那些扣都很漂亮 不过 始终旧平成的拉打 那些腰带就没有那么复杂 我想它处理上 对 它连现在新的那些 就是超和 不是 平成 令和那些都可以的时候 我想超和都没有问题 而且刚才也说得非常适合 就是你会看到 腰带是白色 扣其实是银色 是分得很仔细的 而本身V3的 雙车风雷电腰带 不是 这个风火轮腰带 你都看到那些字 是分得非常漂亮 很立体 是的 刚才有个师兄问 这一只 如果交叉手 或者叠手 可以不可以 那待会 如果你换手 可能可以试一试 其实呢 我未试 不过刚才我都说了 就着它本身的 胸口的设定 那些甲位 是对于它的前臂 或者叫做 手刮的位 是会造成 几大的妨碍 所以变了 似乎 巧手 就真的 敏敏的 空机太大了 好像我们的主持人 阿嘉一样 这个就是极限了 好 那我们先去埋齋 先去埋齋 下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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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礼拜 下礼拜 下位 下个礼拜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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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